无照驾驶的少年是撞车夺走了三条人命 现场就有目击的民众说是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 而吃个东西就被撞死家属如何接受呢 没想到少年的朋友竟然还发现动说上新闻了 被家属发现发文痛批 他们也说气不过很伤痛 而且三个家庭因你而破碎 没想到这一名无照驾驶的少年还能够嬉皮笑脸 而且不止死者的家属是悲痛难过 因为抽头补贪在当地是少有名气 很多东湖人的共同记忆 所以案发之后很多人都发文谴责少年的行为 现在更多人是在问到底现在的孩子怎么了 现身骑车出门却再也没办法回家 太太接获二号赶到派出所的时候 还是一脸茫然无法置信 坐在臭豆腐滩吃晚餐 被高速冲撞身亡的男客人 太太和儿子同样也是接到警方的紧急通知电话 搭計程车来到派出所 不发义语难言悲痛 遭壮的臭豆腐滩在当地少有名气 但是民众只下班路过 后来买个晚餐就遭遇死结 肇事者还是一名无照上路的少年 也让当地居民气愤又惋惜 三死两伤的严重事故 少年无照驾驶闯大祸 却被募集案发后 第一时间竟然还像没他是一样 有家属气到发文痛批 家属说其中一名死者 就是他的旧婆 当下脑袋一片空白 找到少年朋友的社群平台 发现主页第一个线动 是说上新闻了 被害人和家属一辈子活在阴影 跟伤痛之中 谁来对他们负责 除了死者家属气愤难平之外 臭豆腐滩的老板娘 也因为撞击受了伤 三名死者无辜被夺命 两名伤者带着一辈子的疤痕 却不见少年或是家长致歉 不少东湖人感同身受 情绪难以平复 大家都想问 现在的孩子到底发生什么事 华市新闻中不倒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市新闻的YouTube频道